我在时光的流年里,静待春暖花开。 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生父重男轻女,将我打到诱饵失聪,继父迷恋赌博,外债越滚越多,而妈妈把这一切怪到我头上,只因我是个赔钱货女孩,后来她终于悔悟,而我却快死了。 我有两个爸爸,生父重男轻女,将我打到诱饵失聪,继父迷恋赌博,外债越滚越多,我劝妈妈离婚。 她说,如果你是个男孩,可能一开始我就不会离婚。 妈妈将过错推到我身上,以此逃避现实。 生日当天,她骗光我所有钱,给继父填补窟窿。 事发后,她不惜朝我下跪,你不帮妈妈,妈妈会死的。 可那是我的救命钱,现在会死的是我。 今天是我生日。 我想拿下早就看上的项链,却因为付不出款,被售货员嘲笑。 挑来挑去,挑个最便宜的款式,还买不起。 浪费我时间,她都不知道来了多少次了。 销售互相摇耳朵,只是那声音大的让人无法忽视。 一瞬间脸火辣辣的,说不出来的难堪席卷而来。 我的钱一夜之间消失不见,所以余额加起来还不足两千。 不用想我也知道是谁,能动我钱的只有我妈。 我强压着即将爆发的怒火,跑回家质问我妈。 她却满脸笑容,连用崇拜的语气跟我炫耀。 你叔叔可厉害了,有人出五万买这块石头了。 我妈手中的石头看起来跟大街上捡的,毫无差别。 她却宝贝地不行,墙角处还堆着好些破石头。 我将其踢得七零八落。 看着这些石头,我就莫名火大。 自我进门,就对我不理不睬的继父,突然像被人踢到了命根子似的尖叫出声。 她匍匐在地着急忙慌地去捡。 我看着心中郁洁,实在忍受不了的吼道。 这话你听过多少回了,她迈出去过一次吗? 妈妈急忙替她辩解,之前是有人嫉妒你叔叔,想坑她,这次绝对没问题。 我妈无知,固执又单纯地的样子,时常令我心累。 我心情阴霾,脸色自然不好看。 我妈却觉得受了委屈,不自觉提高音量,用母亲的身份来压我。 到时候,石头卖了还你就是,找什么急,我们还不都是为了你。 我妈素来心直口快,说这话,也没过脑子。 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怒气萦绕在我心间,久久不能散去。 最后,化作坚针,使我胸口阵阵刺痛。 既然她这么厉害,那何必要偷我的钱来给她还债? 叫她多卖几个石头,不就好了? 我从未如此极颜利色地同妈妈说话。 哪怕她将我气到胸闷气短,彻夜难眠。 可这是毕业以来,我存下的所有钱,甚至是我救命的钱。 一夜之间,她没了。 叫我如何不气? 面对我的质问,我妈气势陡然弱了。 那个人说等两天就给你叔叔转钱。 为了掩盖自己的心虚,她来拉我的手,算妈求你了好不好。 这钱算妈借你的,以后我当牛做马,就是累死,这钱也是一定会还你的。 都是妈妈没本事。 她不惜朝我跪下,你不帮妈妈,妈妈会死的。 我想说,钱没了,会死的就成我了。 可那一瞬间,我心如死水,嗓子仿佛被容颜烫伤,绝望到说不出话。 门没关,过往的邻居指指点点。 我就像个大逆不道的不孝女,被人扒光了衣服,当众处刑。 我要是生这么个不孝的女儿,打死算了,还求她个屁。 可我有错吗? 为什么被指责的人是我? 我的身体被无形的重力压迫着,仿佛随时会倒下。 半想,我有气无力地倒。 我怎么帮? 我帮你越陷越深。 帮你跟一个五十岁好几,连整天异想天开,梦想一夜暴富的人坐吃等死。 妈妈将她唯一的骨气,用在了我身上。 一个唯一会迁就她,为她着想的人身上。 她生怕祭父生气,站起来冷眼看着我,你这孩子怎么说话的,一点都不知道尊重长辈。 这些年,我真是白教你了。 冬日午后,阳光充足。 明亮的阳光正好落在我眼中,刺得我眼睛生疼。 我嘴角张开凄凉地笑,缓缓道,今天是我生日啊,妈妈真是送了我好大衣分礼。 我看着妈妈,表情逐渐僵硬。 她慢慢抬眸,失了神一般,正愣在那里,嘴巴蠕动着,说不出话来。 妈妈小时候,外婆抛肤弃子地跑了。 外公带着三个孩子,只能保证他们活着。 在那样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妈妈,却爱到了极致。 别人施舍一点爱,她就紧紧地拽在手里,舍不得放开。 她卑微又讨好,习惯以别人的感受为先,只希望得到更多的爱。 所以,在青春懵懂时期,她义无反顾地嫁给了生父。 就因为生父帮妈妈赶走过两个混混。 可若不是生父嘴欠,也是引不来那些人的。 多年后,妈妈还在回味,那这点是麻痹自己,从来没有人不顾危险来救我来。 她累了,喝点酒结解乏也正常,谁喝醉了,不耍耍酒疯。 她是爱我们的,我们要理解爸爸,生父天性爱丸,酗酒成性。 我极少见过她清醒的样子。 有时候,我希望她喝得醉一点,再醉一点。 最好鸣鼎大醉,意识全无。 这样,我就不会挨打了。 我六岁那年,大伯来我家做客。 大伯母嘲讽了一句,就一丫头骗子,你们还当个保守着做什么。 大伯一家走后,借着酒禁,爸爸狠狠地打了我一顿。 他对着我的脸,猛伤耳光,就是你害我连头都抬不起来。 当初怎么就让你个丫头骗子投胎到我家了? 老子打死你。 我眼前越发模糊,疼到麻木。 妈妈跪在一旁,不停地磕头。 她哀求男人放过我,却始终不敢上前一步。 她的额头被石头磕破,鲜血模糊了双眼。 分不清是血还是泪。 男人打泪了,她用脚将我踹到墙角,晦气。 耳边传来一阵嗡鸣声。 我只能看见妈妈嘴巴一张一合,却听不见她说了什么。 她除了抱着我哭,什么都做不了。 没有及时依旧,导致我诱饵失聪。 长大后,我时常变不清声音的来源。 渐渐地,我被同学排斥、疏远、孤立。 我也会尽量避免人多的场合。 避免为了解释,伤疤一次次被我装作毫不在意地揭开。 我幼儿失聪了。 被我爸打的,因为他嫌弃我是个女孩。 解释到最后,这已经成了我自嘲的口头禅。 妈妈也是心疼我的。 他用牙缝里省下来的钱,带我看过医生。 可人工耳窝需要的费用还是远超他的预期。 他尽可能地弥补我,他吃得永远是我吃剩的。 可饶是如此,他也从未动过离开生父的念头。 他甚至想生个弟弟,来拴住生父的心。 他说,没关系,等弟弟出生了,我们的日子就好起来了。 到时候,妈妈带你做人工耳窝,我们日子还跟之前一样过。 那时候的妈妈,眼里还有光。 她对未来充满希望。 直到妹妹出生,更大的争吵一触即发。 生父彻底撕下自己的尾面孔。 他大摇大摆地将小三带回了家。 还有一个五岁的男孩。 我永远记得他那天的嘴脸,得意,张狂,藐视。 那女人身材婀娜,一头时髦的卷发,身上背得包是我们家半年的生活费。 我知道,这都是拿爸爸消失的工资买的。 爸爸每个月只拿三千回家。 偶尔他还骗妈妈说没钱吃饭了,再捞点回去。 天妈妈对他的话深信不疑。 他觉得生父在外面受苦受累,而我们在家是享清福。 妈妈万分感激。 直到他看着那个长得跟生父极像的孩子, 他再也不能自欺欺人了。 他决心离婚,我全力支持。 我们一起熬过了最难过的日子。 那年我正值高三,很苦,但是很开心。 我能自给自足后,我们的生活逐渐好了起来。 这个时候,妈妈又认识了继父。 我第一次见继父时,他们已经领完证了。 继父人看起来还算老实, 只是四十几了还孤身一人,且分文没有。 我直觉不喜欢他。 妈妈企图用欺骗自己那一套来蛊惑我。 我年龄也不小了,还带着你妹妹。 她对你妹妹很好,也不要求我再生了。 有个人之冷之热就不错了。 就算我不同意,也没有回头路了。 妈妈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跟继父走到一起。 她婚后的生活不仅没得到改善, 还因为要多养一个闲人,更加辛苦。 一个人四十年养成的习惯, 是不可能轻易改变的。 继父好吃懒做,整日想着一夜暴富。 据说她从未做过超过一个月的工作。 妈妈累到妖姬劳损, 委婉地表示让继父也出去工作。 甚至贴心地连工作都找好了。 一个月休息五六天, 到手能有个八千块。 这将极大程度缓解眼下的窘迫。 妈妈跟我说的时候很是激动, 觉得这是个难得的机会。 继父听后却沉着个脸, 一个星期休息五天差不多, 累死个人了,不干不干。 她从未想过, 妈妈从早干到晚, 也就不到三千。 许是被生父折磨了太多年, 好男人在妈妈这儿的标准一滴再滴。 不出轨,不打人,就是好男人。 妈妈有时候也会累, 她却只会看着我说, 如果不是你, 是不是我就不会离婚了? 如果你是男孩子就好了。 若我是男孩子, 说不定生父就不会出轨了。 她埋怨的语气像一把刀, 让我的胸口振振刺痛。 妈妈意思到自己说了什么后, 抬头错愕地看着我, 又极快转移话题。 她始终没有解释一句, 因为这就是她心底最真实的想法。 其实, 我跟妈妈又和其相似。 我为了她那点时有时无的爱, 自困牢笼, 不舍离去。 我以为妈妈吃爱情的苦, 已经到了极致。 不曾想, 继父竟爱上了赌食, 欠了一屁股的债。 她诓骗妈妈, 那堆破石头能卖个好价钱。 我们家要发达了, 那一阵妈妈心情格外地好。 我问她, 她只神神秘秘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直到要债的找上门来, 妈妈才知道。 继父已经欠下几十万的外债。 那是妈妈第一次跟继父吵架。 不是说没花两个钱吗? 你知道几十万是多少钱吗? 继父没脸没皮, 一点没放在心上, 这些石头可值几百万了。 比起来, 我欠的当然是小钱。 他们不信我, 你还不信我吗? 等我赚钱了, 带你想轻福, 让那些说闲话的眼红吧。 继父说这话的时候, 挑衅地盯着我。 妈妈被一点甜言蜜语, 哄得晕头转向。 但只要她回头看一眼, 那一点爱给她带来了多少风浪, 又给我带来了多少磨难。 可到头来, 我的理解却只换回钱财两空。 我想, 迟早有一天, 我会被她们逼死的。 回忆在我脑子里走马观花的闪过。 妈妈见我不让步, 仍在求我。 你看在叔叔帮过你那么多的份上, 也帮他一次吧。 帮过我, 是他好心给我收拾屋子, 结果不小心拆了我的档案袋, 害我找不到更好的工作。 还是让他帮我寄个文件, 结果他又寄还给了我, 我被迫弄丢最大的客户。 我眼前气得出现重影, 胸口的刺痛越发明显。 我冷血就不会认你这个妈。 没有你, 我日子不知道多好过。 还有你, 是个男人, 你就找份正经工作。 恰好妹妹放学回家, 看见我火冒三丈的样子。 他刚上小学, 正是要懂不懂的年纪。 他推扫我一把, 朝我吼道, 不许你骂我爸爸。 他眼中的淡漠疏远, 明显地无法忽视。 妈妈为了弥补继父, 将妹妹改成跟他一个姓。 在他认知里, 继父是他的亲爸, 而我是个彻头彻尾的外人。 妹妹时常问我, 我的爸爸妈妈是谁? 他想驱逐我, 不希望我介入她的家。 每每这个时候, 我妈为了妹妹的健康成长, 从不解释。 我踉跄地倒退两步, 差点跌倒在地。 冷漠的妈妈, 幸灾乐祸的继父, 一致站在妹妹身后, 漠然地看着我。 高三那年, 妈妈为了让我安心读书, 她连轴工作, 累到昏厥。 每次我想一走了之, 却又因为这一点点旧情, 无法彻底脱离。 每次我对妈妈恶语相向后, 内心又备受谴责。 我总是想着, 如果我不帮她, 就没人帮她了。 但现在想来, 这点恩情约莫我早就还清了。 我深吸一口气, 好, 我走。 这钱就当我还了你的养育之恩。 不用你还了, 我也不会回来惹你们心烦了。 妈妈念如着, 想说又不敢说。 直到我下了楼, 她最终没有追出来。 我回头望了一眼楼道, 看见飘过的衣角, 紧张地平住呼吸。 是楼上的阿婆, 她热情地给我打了招呼。 这一刻, 乌云遮住了阳光。 我也不知道在期待什么。 回出租屋的时候, 我碰见了林辉。 她是公司新来的同事。 最近总是能在各种地方意外碰见她。 看起来等了许久的样子, 她背心已经被汗水侵湿。 好巧啊, 又碰见你。 我点头示意, 见我没有停留的意思, 她赶紧将手里的袋子递给了我。 正好碰见就买了, 生日快乐。 是我今天想买, 却又没买到的东西。 我却高兴不起来。 林辉期待我夸她的小心思, 也在我夸着的脸下, 一点点收了起来。 我道过谢后, 没有收下那份礼物。 我看你看了很多次, 我以为你喜欢的。 曾经我是很想要, 可如今看见她我满心都是委屈。 林辉欲言又止。 我知道她的心思, 但我一直装傻回避。 因为我曾经谈过一个男朋友, 她从小经历跟我酷似, 我们在一起相当于照镜子。 我曾经以为, 她是世界上最了解我的人。 直到有一次, 我们因为一点小事发生了口角。 她当着我的面, 将键盘摔成两半。 她暴躁怒吼的样子, 好似让我看见了生父的影子。 我们因为了解, 所以刀刀致命, 聚聚伤人。 从那天起, 我艰难打开的心扉, 彻底封死了起来。 所以, 我迟迟不愿接受林辉的好意。 林辉一眼看出了我的反常。 她的再三询问, 却令我心情更加烦躁。 我都说了, 没事了, 没事了, 你能不能别问了? 林辉露出略微受伤的表情, 极为勉强地笑了笑, 有事情给我打电话, 我随时都在。 对不起, 最终也没说出口。 我这样的人, 配得上什么爱情? 让他死心了也好。 我身体越发不对劲, 胸口的刺痛 已经让我无法忽视了。 医生说过, 劝我尽快做手术, 我的乳腺结节很可能是恶性。 具体的还要做完手术, 检查病例才知道。 可连手术的钱都没了, 真的确诊乳腺癌。 后续治疗也是一笔大开支。 我保持着自暴自弃, 能拖则拖的想法。 有时候我甚至想, 死了正好解脱。 心正乱着, 又接到了小姨的电话。 她问我婚礼准备得怎么样了。 我一头雾水, 你妈妈在我这儿拿了三万, 说你结婚要用。 你不是下个月就要结婚了? 我声音紧绷着, 暗哑着, 内心的苦楚吞噬着我, 几经窒息。 我用最平常的语气, 将继父的情况给小姨简单说明。 电话那头传来小姨为难的声音。 她安慰了我几句, 但这笔账无论如何, 还是算到我头上了。 挂了电话, 我火速赶回家。 继父躺在沙发上刷视频。 妹妹在茶几上写作业, 见我回来了。 妹妹立马跑过来, 挡在门口, 不要我进去。 坏姐姐, 坏姐姐, 我不要你回来。 你走, 你走。 我推开妹妹, 看着在厕所洗衣服的妈妈质问道, 为什么要以我的名义 跟小姨借钱? 不是一块石头能卖五万吗? 钱了。 妹妹哭闹不已, 妈妈又哄又暴, 你有脾气, 也不能撒你妹身上啊。 那人说多等两天, 等下一批货到了, 再挑一些, 到时候可不止五万了。 妈妈如此轻信他人, 为什么就是不肯信我的话? 我说出了最不愿意验证的猜测, 那个要买石头的人, 不会就是介绍他买石头的人吧? 我一语中递, 两人什么话都不敢说, 两年的存款没有, 我又背了三万的债。 我怕这个雪球越滚越大, 迟早会超过我承受范围。 思量许久, 我很心在家族群里发了声, 以后我妈借钱一律与我无关, 家族群瞬间就炸了, 冒出一堆平时对我避而远之的长辈, 巴巴来教育我。 那可是你妈妈, 有什么事是母女俩过不去的? 你叔叔会改的, 她对你妈也挺好的, 你们这些年轻人, 怎么动不动就让人离婚? 你现在不认他们, 等以后你结婚了, 被人欺负了都没人帮你。 你妈离过一次婚, 已经够丢脸了, 你还想让她再丢一次脸吗? 他们潜意识里认定 结婚是会被人欺负的, 却又只会劝我妈用委屈自己, 保全婚姻。 他们极力劝阻, 不过是怕我不管妈妈后, 这个麻烦会落到他们身上。 可我又凭什么牺牲自己? 我态度坚决。 我说了, 从今天开始, 我跟他们在无瓜葛, 他们借的钱跟我无关。 我帮了一次, 十次, 可他自己都不愿意救自己, 甚至还想将我彻底搭进去。 我也没必要死守这点血亲了。 我被踢出了家族群, 妈妈也因为生气, 将我拉入了黑名单。 我这才得空去医院, 医院里又碰见了林辉。 我以为生日过后, 我们不会再见。 他也尴尬地挠挠头发, 半天才想出开场白。 这要巧, 我来看我舅舅, 你去哪个科室, 我陪你吧。 他真的不会说谎。 对于他拙劣的谎话, 我没有拆穿。 因为医生告诉我, 我的乳腺结结在急速长大, 形状也不规则, 还有血流供应, 很有可能是恶性。 医生让我保持心情愉快。 他说, 乳腺结结是个情绪病, 借着求生的本能。 我一股脑将压在心底的事 说给了林辉听。 说完我才发现, 我身边竟然没有个 可以倾诉的人。 看着他错愕的眼神, 我自嘲地笑了笑。 我当真把自己 看得太重要了。 我语气略微失落, 你就当什么都没听见吧。 刚想走, 他拉住我的手腕, 眼角微红。 我内心最深处 是自卑且敏感的。 可听见这样的回答, 我如释重负。 他说, 万物皆有裂痕, 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 以后我就是你的那束光。 这一天, 我们顺其自然地在一起了。 我真的需要一个人 陪我做手术。 同家里断了联系这些天, 我的日子渐渐好了起来。 同事知道 我跟林辉在一起后, 长呼了一口气。 你们可算在一起了, 他天天打探你行踪, 送东西还非借着我的名义, 弄得我像百合一样。 我咬着下嘴唇, 欲言又止。 我是想过的, 他对我太热情了。 同事又掏出一堆零食, 红糖水, 甚至暖宫贴。 都是那小子准备的, 我也算托你的福。 我告诉林辉后, 他得意地像个小孩, 脸上写着, 夸我, 快夸我。 我洋装不屑地转身离去, 只是上扬的嘴角, 出卖了我的内心。 原来我也是会笑的。 原来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真的可以很放松。 同事说我最近变漂亮了, 逼问我是不是去微调了。 林辉知道后, 立马严肃地发誓, 我可只微调你一个。 我笑他没个正经, 他赶紧将奶茶递到我面前。 好了我错了, 给仙女赔罪。 你怎么知道我想喝这个? 他甚至有些疑惑, 不是你说的, 他嫁出新品了。 就是你快来大姨妈了, 就不给你喝冷的了。 没人知道, 这个随手的举动, 对我的冲击有多大。 我心间一暖。 原来我随口一提的事, 真的会有人放在心上。 你咋还哭了呀? 那给你喝冷的, 你到时候痛了可不能打我。 在见到生父的时候, 我正在会议室讲方案, 这是决定我是否升职重要的分水岭。 我信心满满, 甚至跟灵徽约好, 下班吃饭庆祝。 可是生父的出现打破了我一切计划。 他出现的一瞬间, 我的心不受控制的猛烈跳动。 他在我的世界里代表着灾难。 小时候会暗无光的时刻, 通通跑了出来, 扰乱我的思绪。 刻在骨子里的害怕, 过去这么多年, 还是无法忽视。 经理倾扣桌面, 才换回我的思绪。 若不是甲方还在, 许是现在我就会被骂得狗血淋头了。 磕磕绊绊的, 我勉强交差。 会议一结束, 经理将我叫进了办公室。 他一脸温怒, 你知不知道刚刚那个会对公司意味着什么。 他抬眼正看见我心绪不宁的样子, 语气缓和了点, 有些恨铁不成钢。 要是今天真的出事, 被老板知道了, 我都给你兜不住。 经理嘴硬心软, 知道我家的情况后, 帮了我不少忙。 刚刚在会议室还极力替我解释, 心中的愧疚更加让我抬不起头。 他一脸不耐地摆摆手, 快去, 快去, 见不得你这个样子。 连个外人都在尽最大, 可能帮我。 我最亲之人却想方设法的, 要将我拉入泥潭。 我的心底缓缓浮现出一种近似麻木的仇恨。 如果他们都不在了, 或许就好了。 我出了办公室, 生父还在骚扰其他同事。 我一边道歉, 一边拉着他直奔电梯。 他叼着根烟, 一把年纪了还是那副吊儿郎当的样子。 大中午的, 我都能闻到他身上那股浓烈的酒味。 他上下打亮了我一眼, 瞧你这样子, 我又不吃了你。 我将他推进电梯, 他死掰着电梯的门 就是不走, 还不是看见你家有困难。 我这儿有个项目, 想帮帮你。 不管我想不想听, 他一股脑地往外倒。 什么互联网旅游直销, 交一点年费就可以全球免费旅游, 躺着赚钱。 不用细听我就知道他落入了传销。 你要不是我亲闺女, 我才不跟你说。 小时候是我对不起你, 反正这机会给你, 你爱要不要。 见我软硬不吃, 他开始用激将法。 但他在我这儿早就没了半点可信度, 僵持不下, 我将保安叫了过来。 生父露出迷茫的眼神, 难以置信地凝视我。 你胆子肥了呀, 今天天王老子来了, 我也不走。 看着生父在保安手下挣扎, 我只觉畅快。 像淤堵于心多年的东西, 终于被排除在外。 胸口的刺痛不时地提醒我, 我早就不该顾忌这些了, 没有人比自己重要。 报警是小的时候就想做的事, 却因为妈妈一次次地恳求, 被迫放弃。 他毕竟是你爸呀, 你把他抓进去了, 我可怎么活? 后来我妈不经意透露给我爸, 然后我遭受了更严重的毒打。 他企图挣脱开保安的束缚, 要来打我。 我退后离他远了点, 你不是我爸, 以前不是, 以后也不会是。 你来一次, 我赶一次。 你要是在做过分的事, 我马上报警。 生父被教育过一次后, 也没再来找过我。 我以为他怕了。 谁知他只是觉得 我不好骗, 想换个人罢了。 想必这辈子, 也就只有我妈会无条件信任他。 所以我接到了妈妈的电话。 看见我妈的电话, 我顿感呼吸不畅, 因为绝不会有什么好事。 电话那头传来我妈惊喜的声音。 没想到这么多年没见, 你爸还长本事了。 你说, 现在我跟你包叔叔在一起, 你爸还愿意这么帮我? 当年我因为他出轨, 就非要离婚, 是不是太过分了? 我妈竟还对生父抱有幻想, 毫无逻辑的前因后果, 再次刷新我的三观。 妈, 你怎么还看不明白, 离婚的时候他有留过一点情面吗? 他卷走了所有钱, 你难道忘记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了吗? 妈妈热烈的语气渐渐冷了下来。 你爸都知道想办法帮我, 白养你这么多年了, 在群里跟我断绝关系, 就当真一个电话都不打了吗? 你知道这些天我过的什么日子吗? 那几万块钱根本就解决不了根本。 要债的上次差点没把你妹抢走。 我妈胡乱说一通, 自己却好似委屈到了极点。 我将话挑明了说, 离婚了就解决根本了。 妈妈乌叶地哭了会儿, 当年你劝我离婚, 现在又劝我离婚, 我不知道你安了什么心思。 如果我没生你, 如果我没听你的话, 说不定现在什么事都没有。 这些话, 妈妈时常挂在嘴边, 她却不知道我听来是什么感受。 渐渐地她脱口而出, 连羞愧都不会了。 如此顺口, 如此理所当然。 好似把责任推卸给我, 她就能好受些许。 我想辩驳几句, 电话那头传来冰冷的嘟嘟声, 连我回骂的机会都没有。 我就像被抛进了无边冰冷的深海里, 浑身血液都凝固了。 我平静了许久, 再打开手机。 林辉打了无数个电话, 我从窗户看出去, 她抱着花在楼下朝我挥手。 我极力调整自己的情绪。 毕竟今天是我做手术的日子。 医生说我患乳腺癌几率51%至94%, 但结果如何? 只能做完手术, 检查病理才知道。 我直觉八九不离时了, 因为老天从来不会眷顾我。 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 亲吻我的额头, 没关系, 一切由我。 知道我凡事总爱往坏处想。 他安慰道, 要真是那样, 我们明天就去登记结婚。 我嘴角勾起, 眼底却尽是落寞, 还没走出小区。 我妈一身狼狈地向我奔来。 她额头青了一块, 袖子撕破, 左右脚穿着不一样的鞋子。 见到我她哭得抽烟。 在询问下, 我得到了意料之外 有情理之中的结果。 继父打她了。 更令我震惊的是, 这是还跟我生父脱不了关系。 你爸那么关心我, 我就送了几次饭, 他至于吗? 你爸带个初中的孩子, 也不容易。 我对我妈已经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了。 满腔的话只汇聚成两个字, 活该。 我妈知道我是她最终的退路, 我永远会帮她。 听见我毫不留情地驳回后, 她抬起头不敢置信地看着我, 你说的什么混账话? 他们果真没说错, 你就是白眼狼。 我妈耳根子软, 不知道听了些什么闲言碎语。 她软硬结实, 我都不理会。 林辉一直默默地站在一旁。 第一次见到我妈是这样的情况下, 她也尴尬地不知进退。 浓烈的羞耻感油然而生, 为我有一个这样的妈妈感到羞耻。 我妈也注意到了林辉, 好似突然找到了事情的原委。 她将矛头指向林辉, 是你蛊惑我女儿是不是? 否则, 我女儿这么乖, 怎么会连我这个妈都不认了? 林辉没见过道德绑架女儿的妈妈, 一时间失了言语。 在她的世界里, 妈妈应当是最爱我的人, 因为她有爱她, 尊重她, 懂她的爸妈。 她的世界满是阳光, 因而她自信开朗, 突然接触到自己认知范围之外的事, 她也不知所措。 她看了眼时间, 磕磕绊绊地道, 阿姨, 宁宁今天做手术, 有什么事我们后边再说。 我妈的注意力被手术重新吸引, 煞时间连自己狼独的样子都忘了。 她抹干净脸上的泪, 担心地问, 手术, 什么手术? 宁宁, 你没事吧? 她的关心毫不作假, 可我不需要了。 我正脱开她扒着我的手, 没事, 死不了。 扮想她想起了最重要的事, 你, 还有没有钱? 一句话止住了我前进的步伐, 我回头道, 我所有的钱, 不都被你转走了? 你还明知故问。 那, 我接过话茬, 就是因为你拿我的钱给她填补窟窿, 所以现在我没钱治病, 只能等死。 因为愤恨, 我将话说得严重了些。 我毅然决然地走了后, 身后传来, 妈妈因为后悔猛扇自己耳光的声音, 可于事无补。 我生日当天, 她转走我救命前给继父还债后, 我就再也不会心软了。 等待病理检查的那段时间, 最为漫长, 结果不出所料, 恶性, 是乳腺癌。 我第六感一直很准, 但好消息是还是癌症早期, 可以保乳根治。 我本已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这甚至算意外之喜。 因为这个病, 我学会了坦然接受一切。 还没出院, 我就接到了警察电话, 警察通知我去认领, 生父的尸体。 小小震惊了一下后, 我拒绝了, 我不是他女儿, 他只有一个儿子。 警察怎么说来着, 我们之所以能破获此处传销组织, 全靠你弟弟大意灭亲。 他说他想拿奖金买个手机。 可惜了, 最后我还是没能亲手抱这个警, 将他绳之以法。 不过让他儿子待劳了, 似乎效果更胜一筹。 生父好不容易混成传销头目, 得了自由。 他不甘心一切化成幻影, 甚至还要坐牢。 他竟然挟持了警察, 要求放他离开。 被警察包围, 他手一抖, 划伤了警察脖子。 结果警察以为他动了杀心, 被一枪抱头。 他到死也不知道是谁抱的警。 说来还是遗憾的, 他就该死得慢一点, 看看自己抛弃弃女得来的儿子, 是如何为他养老送终的。 如何为了一个手机葬送了他一条命。 可真是痛快啊。 刚出院那段时间, 我妈时常来看我, 给我洗衣做饭, 将我照顾周全。 我爱吃什么, 讨厌什么, 她仍旧记得清清楚楚。 生来的卑微让她对林辉也是敬畏的。 妈妈过于得好, 时常弄得林辉不知所措。 我让她走, 我不需要她照顾。 她却执拗地想弥补我。 我的心千疮百孔, 好不了了。 每次她听完后, 沉默不语, 然后埋头干活。 一个上午, 妈妈熬了许久的汤, 不小心打倒了。 她就盯着一地狼藉 正正地看了很久, 半想她才自怨自艾地道, 你说得对, 你说得一直都对。 我企图让他们为我遮挡风雨, 结果风雨都是他们带来的。 我为什么从前就是看不透? 我总怪你, 我总觉得要是你是个男孩, 我日子就不会这样了。 可你又何其无辜, 要是没有我拖累你, 你日子过得应当比现在好多了。 说到最后, 她仓皇地低下头, 以此保全她最后的尊严。 我最后劝一句, 离婚吧。 妈妈扫地的手一抖, 不必了。 我头微微一侧, 不愿多说。 她死了。 被催债地活活打死, 就为了保护那几块破石头。 妈妈眉宇之间的忧愁之色更浓了。 记得小时候, 妈妈有双清澈的黑眸, 可妈妈的眼睛早已不负往日的光彩, 变得暗淡无光。 街上人声鼎沸, 屋子里的人却落寞到了极点。 妈妈终究明白得太晚了, 林辉计划着带我去见家长。 视频里, 我见过林妈妈。 她总叫林辉让着我点, 家里的活让林辉多淡呆点。 十分排斥婚姻的我, 渐渐也接受甚至期待了。 头一天, 我却收到了妈妈的短信。 妈妈对不起你, 妈妈没脸叫你原谅我, 也没脸再活在这个世上, 可你妹妹是无辜的, 拜托你一定要照顾她。 我妈死了, 自杀的。 我赶过去的时候, 妹妹在一旁下傻了。 她性格像极了生父, 极为倔强。 她看见我像溺水的人呼吸到了空气。 为什么爸爸妈妈都要离开我? 是音音做错了什么吗? 音音改, 你叫他们回来, 回来好不好。 床上躺着的妈妈, 前所未有的得体。 她拿家里仅剩的存款, 给自己买了调心裙子。 安安静静地在睡梦中走了。 全然不顾一个七岁的孩子, 如何独自活下去。 我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子, 带着一个七岁的小孩, 又要如何生活。 她归根结底是可怜且自私的。 其实我跟妹妹都是一样。 只是她讨好男人, 让自己活下去的筹码。 只是妹妹比我幸运些许, 她曾经得到过的父爱。 我蹲下来看着妹妹的眼睛, 我们什么都没做错, 下辈子投胎的时候, 擦亮自己的眼睛吧。 妹妹挖的一声哭了出来, 混着一世苍凉。 天空阴沉沉地, 仿佛整个世界都抛弃了这里, 令人压抑。 妈妈的撒手不管, 以及从来不和的妹妹让我焦头烂额, 只有灵辉还陪在我身边。 她劝我, 宝贝, 医生说了, 你要保持心情愉快。 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 一句关心的话, 却让我找到了情绪的发泄口。 我将一桌子的菜浮落在地, 保持愉快, 保持愉快, 你要我怎么保持愉快? 你体验全家死绝了, 你也能保持愉快。 一桌子的菜都出自灵辉之手。 她做了一上午, 她小心翼翼地保护我的情绪, 结果被我毁得彻底, 陶瓷片反弹起来, 划破了灵辉的腿。 她抚着胸口, 猛烈咳嗽起来。 我这才看到她面色潮红, 嘴唇发白, 她还在发烧。 她开口的声音略微沙哑, 我也是人, 我也会累的。 可你关心过我吗? 我在你心里, 又算什么? 有些话太过分了。 面对灵辉的质问, 我无言以对。 我像被人掐住了喉咙, 无法呼吸。 我震惊地发现, 我正在不知不觉中 伤害爱我的人。 我是个只敢将情绪 带给爱我之人的懦夫。 同妈妈一样。 我被人丢下, 同时我也弄丢了爱我的人。 灵辉陪我办完葬礼后, 主动提了分手。 她走的那天, 给我洗了头发, 做了我前几天念叨的菜。 我全程不敢说话, 生怕一开口, 她能听出我颤抖的声线。 我想体面一点。 我眼睁睁看着门关上, 灵辉的背影 消失在门的缝隙里。 几分钟后, 我又收到了一条微信。 如果可以的话, 可以站在阳台上, 让我看你最后一眼吗? 夜色朦胧, 我们看不清彼此的脸。 她朝我挥挥手, 喊道, 天冷了, 快回去吧。 再见, 再也不见。 人潮汹涌, 我们最终还是走散了。 世界很大, 没有她的刻意迎合, 我们再也遇不到了。 手术的钱还给灵辉后, 我们彻底失了联系。 她在我世界里, 就像雨过的彩虹, 短暂而美好。 我将妹妹送进了福利院。 我想, 这辈子总要为自己活一次。 我目送她走进去的时候, 她回头看了我一眼。 见我也在看她, 她倔强地转过头, 红着眼眶走进福利院。 自此, 我们是两个毫不相干, 但同样沦落天涯的可怜人。 昨天下了一夜暴雨, 今日雨过天晴, 微光正好。 我站在大树下, 阳光透过树叶缝隙, 不偏不倚地打在我的身上。 我抬起头来, 看见一个又一个好看的光圈, 像极了圣堂。 我相信终究会找到, 那道属于我的光。 过程或许艰难。 庆幸的是, 我从来不缺从头再来的勇气。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愿你的每一天都充满阳光和欢笑, 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有力, 让过去的成为美好回忆, 未来的充满无限可能。 祝你幸福安康, 万事如意。 同时欢迎您留言、 订阅、 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接下来再给大家分享另一个故事。 八年前我就一个孩子, 八年后孩子母亲登门了, 她拿出一个盒子, 我慌了。 人们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会先来。 当我们真正面对死亡的时候, 那种不知名的恐惧感却席卷我们的全身, 有时候可能以为人生并不在于得到, 而是在于不断地失去, 只有失去多了, 人的心态才会发生变化, 有的时候以为自己做了一件好事, 可时间一长才知道, 原来事情没有那么的简单。 五十二岁王先生表示, 在八年前自己救了一个小女孩, 也是在无意之中看到的, 出于善心救了她, 没想到报告后, 女孩的母亲找到了自己, 在门口的一番话, 让王先生泪流满面, 王先生大概这辈子都没有那么难过了, 没想到自己做了一件好事, 最后却变成了这个样子。 五十二岁王先生的自述, 那一年, 我和妻子吵架, 一个人拿着鱼竿, 骑着电动车跑到了河边, 当时天下小雨, 熙熙丽丽地下着, 时而大时而小, 仿佛很有节奏感, 大概停了五分钟左右, 我把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了, 准备坐在那里静下来好好地钓鱼, 我心里想着, 今天无论如何钓几条鱼回去, 不然回去就要被臭骂一顿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一条鱼也没有点上来, 刚想着点一根烟, 扭过头来看看旁边有没有其他钓鱼的人, 刹那间, 我看到了一个女孩正在水边徘徊着, 突然就跳到了水里, 我以为自己活在梦里, 可是恍然间, 我觉得不对劲, 好像就是有一个人跳下去了, 我鱼竿都没来得及收, 脱下自己的长裤子就跳了下去, 大概在水里打捞了两分钟左右, 终于把这个小女孩给找到了, 我把她带上岸边, 进行一系列的急救措施, 虽然并没有专业的急救能力, 但过了五分钟左右, 小女孩终于醒了, 我说, 小姑娘, 你怎么回事? 怎么跳河了? 一开始, 我以为是掉河里了, 可是后来连续地往里面跳, 我才意识到不对劲, 最终, 我还是把女孩给送到了医院, 一路上她对我又打又骂, 但是我丝毫不在乎, 因为这个孩子不能有任何的闪失, 如果再出现问题, 我会一辈子无法原谅自己的。 临走之前联系上了她的家人, 我交了三千块钱的住院费用就离开了。 这件事, 我一直瞒着我的家人, 这八年来, 一直是这样, 还好当时自己做出了决定, 否则, 一辈子都无法原谅自己。 可没想到, 八年后, 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女子登门了, 我压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她扑通一下子跪在我家门口, 一瞬间很多人围了过来, 我压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妻子和女儿也是被吓了一跳。 突然间她开口说道, 大哥, 其实我一直想来找你, 但是却一直没有机会来找你, 这些年, 我一个人终于想明白了, 如果今天不来找你说清楚的话, 我恐怕一辈子都活在阴影里面。 大哥, 八年前, 你救了我的孩子, 也就是那个小女孩。 她是我唯一的孩子, 因为她得了白血病的原因, 所以一直自暴自弃的, 那几年来, 为了给她治病, 我把家里的房子都给卖掉了, 穷得只剩下卖血了。 我女儿见我每天过得那么累, 也觉得自己的病治不好了, 所以那天趁着我出去干活, 她一个人偷偷地跑了出去, 如果不是你的话, 可能她就已经没命了。 我说, 大姐, 你女孩如今怎么样了? 病好了没? 大姐说, 在那之后停了半年左右, 我女儿还是死在了病痛之中。 这八年来, 我一直活在女儿的阴影里, 每时每刻不是在埋怨自己, 前段时间自己去医院检查了一下, 胃癌晚期已经确定了, 恐怕自己也没有多少时日了。 当时很多人都听到了, 心里也不是滋味, 我说, 大姐, 要不然你从我这里拿点钱, 你去医院里治疗一下, 只要有一点希望, 我们都不能轻易地放弃。 大姐顿时沉默了, 她说, 孩子的父亲是个赌徒, 当年听说女儿患了白血病, 就把家里的几十万块钱给卷走了, 如果不是她的话, 恐怕我女儿的病还有得救。 听了大姐的一番话, 我眼泪禁不住地往下流。 我和大姐说, 姐, 今天别走了, 在我家里住一段时间吧, 以后我们就是你的家人。 大姐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盒子, 随后交到了我的手里, 说, 这个小盒子是我女儿临走前的遗物, 也是她让我交给你的。 这八年来, 我一直很犹豫, 如今我想清楚了, 我必须得交给你。 就这样, 女孩的母亲离开了, 看着她见而远去的背影, 一股莫名的伤痛感席卷全身。 女孩的母亲走后, 我把里面的东西给打开了, 只看到是一个小玩偶熊, 里面还放了一个小纸条, 上面写着, 大哥哥, 多谢谢你救了我, 这段日子我很开心, 如果能见到你就更开心了。 这简单的一句话, 却让我彻底地崩溃了, 没想到到最后却是这个样子, 本来以为这个小姑娘会好起来的, 至少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没想到最后却是这样的下场。 有些时候, 不是我们不尽力, 而是一些事情压根就无能为力, 只能任由它自由地发展。 人都有自己的归宿, 有些事情却强求不来, 有些人也注定会成为一道风景, 对于过去的一些事情, 我们应该学会用淡然的心态去看待。 而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 我们要学会用积极的心态去面对, 无论好事坏事, 我们都要勇敢地活下去, 因为只有好好地活着, 人才会有一点希望。